好就是从座面上开TQC TQ练习系统 那我们这个是教我的 所以呢选择苏科练习我的 那我要从后面教回来 因为后面是和平列印 和平列印 所以呢从后面教回来 然后呢选择501套印地址标签栏确定 他就帮我把资料档放在C点的 ans.csf ok 然后呢WP05 因为这是第五类 第五类 和平列印第五类 所以呢把资料档打开WPD 和平列印的话他一定会有一个主文件 还有一个资料档 所以这个以色尔档 这以色尔档我们现在不是叫以色尔 我们叫Word的 这以色尔档是他的资料档 可以开来看了 可以把它打开来看一下没关系 这个是以色尔这是data 就是说他一定有资料 有客户地址跟电话 对不对 以后如果说你们要寄广告信函 或者说像我们要寄家长通知函 有没有我们有什么事情 或者说像比如说你们讲诚记录啦 你们什么记录啦 我们要大量的去列印 因为比如说学生一次 我们一次记的话可能好几百个学生 我总不会说一个一个新朋友去做吧 那开玩笑要做到什么时候 然后呢把这个资料档打开 这以色尔档可以不用开啦 以色尔档开来看看也没关系 只是让各位知道一下说 哦他资料长得这样子 他是把资料存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真的要去做的是这个Word档 好所以请把Word档打开 OK请各位先把资料档准备起来 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看第一题 那第五类的话叫合并列印 那我刚跟大家稍微介绍过了 合并列印就是说 我们就要印大量的信件或邮件 就是也不只用信件或标签 像比如说图书馆 图书馆的话呢 书的话他是不是都会有所谓的书的编码 那他书呢 他可能在下面 侧边下面的时候都会印那个什么书码 或那些编号 像我们学校的话财产 有财产标签 有没有像各位可以看一下 不管桌子荧幕还是那个电脑的主机 上面都有嘛 那个都是利用合并列印去 大量去列印出来的 那在Word他就可以做这样功能 所以这个功能我觉得蛮俗性的 而且蛮好用的 以后比如说各位要结婚的时候 要不要印喜帖 你的朋友可能有好几千人 那你要印好几千张的喜帖 我开玩笑应该没那么多了 应该几百张而已 那你就可以用合并列印 去把那个 那个信 那个什么 喜帖的信封啊 把它给列印出来 那他在哪里呢 在邮件 像寄email的话也是 寄email的话也是 在邮件这个地方呢 你看他这有这么多功能 底下这里建立 这是指说呃 我今天要做一个新的 做一个新的 的那个 合并列印的文件出来的时候 我可以选择信封或标签 信封或标签 这是建立新的 比如说我现在按标签 因为我们家这一题 他要用的是一个标签 好 我就可以用这个标签 然后呢 去选择 首先你要去选择 你要用哪一种标签的样式 OK 可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做 为什么不是这样做 因为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 你做完之后 不管你选择哪一个 比如说你现在选择 我是随便乱做 随便乱做 那你看哦 这个地方你就变成说要用 列印还是新文件 那比如新文件 你看哦 他帮你再弄一个新的档案出来 有没有 他是帮你再做一个新的文件 档案出来 可是我们现在不是 因为呢 题目他是要我们开 WPD05 这个资料档 当然这个资料档里面是空的 可是我们是要用 这个文件来做 我们用这个文件来做 那刚刚我讲了 不管你是做信封 还是标签 这个是建立新的文件 OK 那比如说用这个文件 直接来做呢 请你启动和平列印 启动和平列印 这个地方 这地方也要有信件 不管你要做哪种都OK的 有信件 也有信封 标签 我们现在这一题要做的是标签 标签就我刚刚跟你讲 像财产标签 像书的话也有印标签 很多地方去都有印标签 OK 那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去过文具店 你在文具店的话 应该也有看到 那个很多标签 对不对 他都一张一张 A4的纸 可是他是用贴纸做的 对不对 然后贴纸就是把 他已经把你剪好 就一格一格一格 可能是好几排 这样子一个一个小标签 反正你如果不晓得 你就看一下我们财产标签 就说标签 它是人家都已经做好的 那我问你 它为什么会做成 那么大的大小 就代表有人去订什么 规格 一定有人去订那个规格 不然你要去买标签 你怎么知道说要买哪一种 所以应该上像这种标签纸 都是人家已经有订了很多规格 OK 那有各种不同的标签的样式 各种不同标签的样式 那这个是谁订的 就是我也不晓得是谁订的 反正anyway 就是人家已经订出来那种规格 所以有时候你就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当然所谓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就是这个标签要多大多小 里面要放哪些东西 你考完这个东西之后 你就可能是去买哪种规格 或者说你今天 我只能够买到这种规格的标签 当然你就是用这种规格来做 那如果看题目的话 它跟你讲说标签样式叫S-level S-level 它有一个名称啊 像这个叫Microsoft 对不对 还有什么其他大堆有什么 A1 像这种标签 这个标签叫 它的规格叫做S-level 就标签的样式 那S-level它这个样式底下 它有很多不同的系列的号码 所以它有编号 它有编号 这东西都是人家已经编好的 这样子好吗 就S-level这种东西 然后是201 我看一下 等一下 题目讲说错了 210 不是201哦 210系列 再集一次 因为你们没有看课本 S-level 210系列 标签纸放到印表机里面去列印出来的时候 它刚好就印在那个贴者上面 你就可以一张张把它撕起来贴在你要用的那个地方 贴在财产标签 有没有 就贴在财产上面 所以它都有规格 所以它是用表格的方式帮你做好了 好 这表格的长宽 它的大小什么 它都已经规定好了 OK 那你刚等一下你们在做的时候 做出来会像这样子 这什么都看不到 那是因为表格的格线它没有显示出来 你就来到表格工具 版面这个地方有显示格线 显示格线 因为我们一般画表格都让它显示这个格线 这个格线是虚的 所以这个格线你列印出来的时候 你是看不到的 它只让你知道说 那个地方有那些线 所以它是虚的 它只让你知道说 这个表格它长得这样子 你有没有看到 所以你看 它就是把你切割成表格这样子一块一块 这个大小 就是你如果去文具店买标签纸的时候 它就是这么大 到时候我们印东西进去的时候 它就是印在这个里面 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 那印出来之后就一张一张贴纸可以 撕起来就直接可以用 所以印这个标签这是很失误性的 将来你们工作 搞不好哪一天真的就会用到 OK 合并列印 所以请各位先做第一题 第一题就是这样子 先把这个标签的样式建立起来 好 其实合并列印它有分成几个步骤啦 第一个你要先决定说 我今天要做性质 我要做性质 我要用标签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先不要管那么多 我们现在在做标签了 所以我们启动合并列印我们先做标签 那标签你要决定是哪一种规格的标签 所以我们刚已经把那个规格做好了 我要用S-Label 用210系列的 OK 那它就把你建立起来那个样子了 所以这第一步一定是第一步 第二步我刚讲什么叫做合并列印 它就是资料在这里啊 它就是资料在这里啊 资料在这里啊 对不对 要把这些资料怎样填到这边来啊 当然填不是你自己 我一个一个慢慢去copy过来 那整校这个这个啊不是我这个在录音不可以讲这种话 那那这个还叫合并列印吗 对不对 所以当然是它自动帮我们把这资料怎样 填过来嘛 它自动帮我们把资料填过来 可是Word它怎么知道你知道在哪里 所以好第一步我们刚已经做完了 我们决定要做标签 这个规格都弄好了 那第二步你要跟他讲资料在哪里啊 这样知道有意思吗 你要跟他讲资料在不然 哎 他怎么知道说资料是在这个这个档案 他不知道他去抓 所以呢第二步 跟他讲资料在哪里啊 他其实都有一系列步骤 你现在做第一题还觉得有点陌生 等你做第二题第三题第四题第五题 你就熟了啦 他大概就follow这个步骤在做 只是我们在做不同东西而已 好所以呢 接下来要做第二步骤 第一步启动合并定运 第二步选取受限者 他都把你排好了对不对 那个是建入新清单 就是说资料你要自己打 一般在做合并定运没有人自己打资料的 你要你要寄给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有好几百好几千个人 你可能一个一个把这个资料都打好嘛 像我们要寄资料给那个家长 对不对 当然资料没有错一开始还是建立 不过大部分我们在做的时候 那个资料都已经有了 所以不是建入新清单 不是自己去打资料了 你要用第二个 使用现有清单 使用现有 就说他现在已经有了资料 OK 好那使用现有清单就是你要跟他讲资料在哪里啊 啊我们这个资料都放哪里 放在 稀叠的 这 ANS.CSF WP05 好 刚刚答案是不是在这 我刚开这个WPT05 是不是就在这个地方 在你电脑吸点反正他把我们资料一定都放在这里 这是一定的 ANS.SFWP 一定就放在这里 没有其他地方 它资料一定放在这里 到时候做完这个答案 也要放在这里 就是一定在系列这个地方就对 所以我们就到这个地方 刚刚讲资料在这里 开启 它就帮忙把资料 因为它这个是以色党 以色党这里会出现的 就是所谓的 那个活动部 活动部里面的那个工作表 它工作表叫通讯录 你看 有没有 就这个名称叫通讯录 对不对 它就通讯在这里 我用这个资料没有错 所以它就帮你已经把那个资料 怎样建立好了 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 好 那建立好了之后呢 你就要开始 接下来你就要开始去把 那个 什么 那个栏位把它给放进来 才是下一步才是开始 把那个栏位把它放 把它放进来 所以呢 我们要插入和平栏位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步骤 我现在省略掉了 不是省略掉了 因为这个题目不需要用到 你今天资料 比如说我有 三千多笔 假设呢 我所有朋友里面的话呢 我有三千多个朋友的通信录 可是我要寄 结婚喜帖给人家的时候 我不是三千多笔 全部都寄了 我可能只要寄一千个朋友就好了 那你要不要筛选 要不要 对 你就要筛选 筛选就是在这个步骤 叫编辑收欠者清单 你可能去下条件筛选 好朋友我才记 对不对 以前的不好的朋友我就不记了 这个就是筛选条件 但是这个题目 现在这一题 它没有要你筛选 那就不要做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把栏位放进来 所以看题目 它说在第一个储存格插入合并栏位 第一段插入客户 第一个放客户 我这个标签印出来 第一个要放客户 第二段放地址 然后呢 第三段放电话 这样知道吗 第三段放电话 这样知道 OK 那你现在这一个 我在第一个格子这里 第一个放客户 第二个放地址 第三个放电话 对不对 你如果想要知道说 它知道放进来到底怎样 先看预览结果 它真的就帮你放进来 放你放进来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了 一个标签A4这么大 这么多个贴纸 你只要印这里 不是吧 这个王亚利是第一笔 对不对 王亚利是第一笔 和顺国 吴美华什么的 怎么都没有 怎么就印第一个 那第二个我还自己一个 慢慢再插一次吗 那不是吧 绝对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更新标签 更新 不要用圣母的标签 用更新的 不要开玩笑啦 不要开玩笑 这是要用更新标签 他才会你看 你按更新标签 他有没有过来 第二笔 第三笔 第四笔 第五笔 第二笔 对不对 可是 他这样过来的时候 不是说这个 每一个都 都印我们刚刚的王亚利哦 不是哦 我们来预览列印看看 真的厉害 第一个是什么 王亚利 第二个是谁 和顺国 第三个是谁 吴美华 吴家福 来你看一下 他应该把我们抓下一笔 这样子才是列印标签啊 不然你现在列印出来 我每一个都是王亚利 那干嘛 了解这意思吗 所以呢 如果说你今天知道很多 你到时候全部都把列印出来 所以他就很多张啊 我可能需要十张的 A4的标签值 对不对 每一张印12345678 八个人 对不对 所以总共假设有80个 80个人的时候 我就要怎样 加十张的 A4的标签值 每一张印八个人 这样印出来 就全部都出来了 这个合并列印了 好不好用 好用吧 好了解哦 好 请各位抓这里 预览结果 我刚讲了 要看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 第三 第三 看他说设定合并栏位的资料 就是说这些资料格式 他不是要 因为我们刚才把资料放进来嘛 对不对 资料放进来而已 那资料放进来而已呢 其实原则上他不要这样子 他是要有设定一些格式 印起来比较好看 我们先不要预览结果 那原则上 我们的原则都是这样 大概就是都从第一格 这边去做设定就好 他说资料的格式 16 这样格式16 我把这个表格 选取 储存格 把这个格子圈起来 他说呢 大小要16 大小16 粗体 好 那我们就用粗体 然后呢 蓝色的 他说不要红 红色 蓝色 这个是蓝色 这个是蓝色 所以他说蓝色的 段落呢 航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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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里 航距 他说是1.5倍的航高 1.5倍航高 他说是这样 OK 好 然后呢 他说 以按钮更新所有的标签 就是我刚跟大家讲 原则上 我都习惯就是先放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去更新标签了 那当然更新标签都要记得 他不是只能更新一次 你要更新两次 三次四次五次 随便你 反正呢你就修改了这要记得要按更新标签 他才会把第一格的这个格式 传到所有的其他格那边去 还有第三点 他说要对齐中央 有表格工具的对齐方式来设定 来看一下这里 好 我们要先把这一个的选 那个储存格全起来 好 然后呢 在那个表格的工具这里 他说对齐方式这里 让他对齐正中间 有没有 他要放在中间 他不要放在上面那里 他就要放在正中间 OK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要去 更新标签 反正我们有改的就要去更新标签 好 更新标签之后他有没有 置中 有 可是 其实是没有 好 没有 为什么来看一下 来 你觉得差在哪里 你觉得 这个才是标准的 这个我刚是我自己做的 那我刚按更新 有没有把格式传过来 有 那他水平有没有置中 有 垂直有没有置中 以高度来讲 有没有放在格子的重置中间 有没有 没有 所以他更新标签 不是所有的格式都会传过去 像那种管理储存格的格式 他是不会传 不会传送过去 高度 他就不会 那不会怎么办 也没什么好怎么办 你就是自己做 我就把整个表格圈起来 整个让他置中 整个表格把它圈起来 这样的话一定每一个格子都会置中 那只要你第一月都有做好 你到时候印出来的时候 你的第二月第三月第四月 你有十月 一定都一模一样 一定 因为他就是以第一月这边为主就对了 这样了解吗 这只是要跟大家讲说 你今天在更新标签 等一下有件 你在更新标签的时候 有一些格式 他是不会传过去的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然到时候有时候做就会错了 这样知道有意思吗 好请坐到这里 这第三题 好我们看最后 他说设计框线 并产生合并列印的结果 将具有资料的储存格外框 像这个叫有资料 有资料这个储存格外框就这里 这个线跟这个线 这个线跟这个线 跟这个线 就是反正有资料的这些格子 它的外框就这里就对了 那他说要怎样呢 他说加上一二二分之一 红色双线的外框线 这个的话呢 你如果想要用散播标签 好像也不行 我来试看看好了 选取哦 储存格 比如说我做这个格子 框线在这里做 常用所有的标签这里 框线都一定在这 框线 首先呢 我们来到框线跟框线的时候 按选择制定 然后呢就看题目要我们讲的 他说 双线 所以我们选择样式是双线 这叫双线 他说验色彩 他说是红色 红色是这一个 红色 OK 他是要夺出那一二二分之一 一二二分之一 好 化在外框 化在外框 好 套用到储存格 所以我刚刚是先全储存格 不过这个等一下你们不用做 因为等一下这样做 你会发现不可以 就说这个格子要这样 然后我把它给散播一下 更新标签 来 有没有更新 我再按 有没有 没有 所以呢 我刚讲的 像他这个像这种 这种属于 非段落的格式的这些东西 他没有办法散播表情过去 所以你 你没有办法这样做 没有办法这样做 好 那没有办法这样做 你要怎么做 你总不能说我这个做一个 然后我这边我再来去选取储存格 然后像刚刚一样再来做一次吧 没有人这样做的 这样哪 这样哪做的 那我要怎么做来 我做一次给大家看 应该要这样做才对 等一下请大家这样做就好 整个表格圈起来 整个表格圈起来 一样来到 框线都是在常用这里 框线跟往底 我都习惯在这里画 然后一样选择自定 一样就开始了 选择双线 选择红色 选择1 2分之1 然后呢 全画 因为你没有办法画这样一个格子一个格子 干脆全画 好 可是干脆全画了之后呢 答案会对吗 当然绝对不会对 因为他说这个线要不要 不要 这个线要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那怎么办 把它整个圈起来 再来一次框线跟往底 好 以现在我所圈的这一行 我是不是这里这里这里不要 对不对 按确定你看 是不是这里都不要了 然后这里把它圈起来 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我是不是这里这里这里不要 这样子有没有这个格子 只有字的地方它有线 相对的这里 狠的不要 有没有看到 这样做狠的不要 做完了 这样子就跟题目讲的一样 他说将具有资料的储存格外框 加上这样一个框线 了解吗 做完了 做完之后来 把档案存起来 档案另存新档 他说呢 以主文件 以WPA05-1的档名储存 目前这要讲 然后呢 -1把它储存起来 这一个文件 然后呢 将合并列印后的新文件 来 邮件 一样邮件这里 完成合并 编辑个别文件 就全部了 把它编辑出来 然后它就跑出来了 这一个 这个标签 你看这两个差别在哪里 这点它的时候还会有 因为它是栏位资料 这个是已经列印的结果了 你看它有第二页 第三页 第十页 有没有很多 很多页对不对 它就很多页 它说这个答案呢 请把它存成WPA05-2 檔案 另存新档 刚刚是 1 现在呢 2 好 关掉 关掉 因为做完了嘛 关掉 然后呢 就来到这里 素科平分 平501 按确定 它就告诉你这道几分 如果你做对的话 就告诉你说 你对了 怎么会找不到WPA05-1吗 那题目是不是坏掉了 我刚存在哪里 WPA 啊 不好意思 因为是WPA05-1 不好意思 我没有改那个 把那个什么 D改为A 没有 没有把D改为A 它这完全按照题目规定 因为电脑机是很笨的 所以他刚跟我讲 找不到 你看他刚说什么 他刚说 找不到WPA05-1的档案 有没有 无法评分 因为他找不到嘛 找不到他 那他要怎么评 当然他就没有办法评 所以没有办法评 就是像我刚这样 检查一下 因为我刚忘了把D 改为A 所以他呢 找不到 找不到就没办法评了 那他现在应该找得到 因为他现在已经开始在帮你评了 他就告诉你说 哦 你做这样子到底对 还是错 哪里错 他都会跟你讲 第一题有没有对 第二题有没有对 第三题有没有对 第四题有没有对 他都会跟你讲 做对的 他就跟你讲 你得到25分 这样听得懂吗 OK 请各位做这一题